不再為你哭了 不再叫我快樂 鐵背歌後代艾琳演唱新歌 預告五月底會站上 HITTO頒獎典禮舞台 現場歌迷超high 不只聽歌還能玩遊戲 贏得門票 HITTO頒獎典禮 5月28號在小巨蛋舉辦 參與搶票會的豪Z 凱倫CC帶領都出席 本身之前在專輯的單曲 只有做空中瑜伽 這樣好像激起我的慾望 大家知道 一定知道噴酒精啊 戴口罩啊 然後我相信主辦單位 一定會做好所有的防禦措施 戴口罩也沒有 這方面的 那服裝上面 當然是越辣越好 現在可以看到人群 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防疫 至於開場嘉賓 是付出的羅志祥 包括李久哲 盧廣仲 徐家瑩等 二十五組卡司共享盛舉 預計上萬的歌迷 海保小巨蛋 只是5月份原定在小巨蛋 舉辦的徐若萱 周星哲出來面對音樂節 演唱會都紛紛喊咖 這回頒獎典禮 卻決定叫常舉行 主辦單位11則標示 期待成果呈現 距離頒獎典禮 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期待疫情往好的方向發展 同時配合指揮中心 切實做好自我防護 會保好 盡量不要摸 不要吃東西 不要摸臉部的鋪位 那如果前面太害 我就離遠一點 我太想去群聚 還滿緊張的 對啊 都破完了 順其自然 坦炎三斤疫苗大租 有比較安心 面對疫情流感化的挑戰 大型電力準備回歸 粉絲想進場 防疫措施不可少 TVBS新聞流利 小紅一天台報導